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来参加 台湾人在满洲国的纪录片首映记者会 那么我先预告 今天下午呢将会是一个充满音乐 充满故事 当然也充满情感的一个午后 很难得有这个机会 我们大家齐聚在现场 一起来聆听这段历史 一起来反省这段历史 那么在做这段影片的时候呢 当然这个制作团队碰到很大的一个困难 在过去我们在历史教科书上呢 我们念过一段小小的章节 我想各位还有印象 当时呢我们叫这个章节 叫它做魏满洲国 当然这个魏字呢 首先它就标注一个政治上的不正确 不过研究历史的各位呢都知道 当一个事件它成为历史之后呢 它没有所谓的正确跟不正确 而如果从一个人 从一个民众的生命来看呢 我们可以说它是幸运或是不幸的 而在满洲国里面呢 就有这么一位大家公认 它是不幸的倒霉鬼 这是这个后代历史电影呢 最喜欢演出的角色 它就是末代皇帝溥仪 那么这个满洲国呢 藏着溥仪被日本人压迫的屈辱 当然也藏着它希望能够恢复 大清荣耀的一个愿景 而不只是它在这个当时呢 台湾是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也饱受屈辱 很多台湾民众就像今天很多台湾大学生 到澳洲去打工一样赚更多的工资 当时满洲国呢显然提供了更好的工资 跟更好的条件给台湾人 所以呢许多年轻人 前仆后继来到了满洲国 在这里他们一展长财 好在今天那么故事中的主角就要正式出场了 那么这些到了满洲国的台湾人呢 他们其中可以说混得最好的 当到最大的官的这个人叫做谢介石 最后他当到了满洲国的外交总长 好我们如果套句现在这个演艺圈最流行的话来讲呢 这个谢介石就是今天我们这部纪录片的男一号 但是这个男一号呢 他万万没有想到 就因为他呢给之后的这个丁文静小姐 还有他的这个团队 带来了如此大的一个制作上的一个困难 主要是在追寻这个史料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知道这个文字的记录呢 虽然散建在各地 但是我们可以找出来把它还原 但是我们是个影像工作者 没有他的一个影像 连一张照片都没有 这个团队无法想象 我们怎么能够做出一个 没有这个男一号照片 连他长什么样子都不知道的纪录片 好整个事情到这里 进入了一个停滞的阶段 但我觉得真是天无绝人之路 这个冥冥当中呢 可以说是自有注定 在2012年的一个夏天的晚上 隔着一条台湾海峡 在两岸有两位女士 晚上各有心事睡不着觉 于是呢 他们就起床 做了一件共同的事情 就是上网收发email 在台湾的发了一封email 在大陆的这位收了一封email 这位男一号所留下来的困难 就此迎刃而解 这位在台北发出这封email的呢 正是这部片子的总制作人 他叫丁文静 那么在大陆呢 沈阳收这封email看到 同时有所回应的呢 他正是谢介石的后人 叫做谢丽娜 那么丁文静发的email很简单 他说我呢 他先自我介绍 我要寻找谢介石的后人 因为我要做一部纪录片 他简单地描述了谢介石的一个背景 也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获得了这个谢丽娜小姐 很大的一个回响 她热心地提供 她的知道的所有的资料 包括这个影像 还有包括这个照片 使得整个事情到这里呢 急转直下 所有的难题迎刃而解 所以呢 我要告诉大家 晚上睡不着觉呢 不见得是一件坏事 也许我们的人生很多难题呢 在这个时候会现出一道曙光 好 从这部纪录片来看呢 这个谢介石 它是影片中的男一号 不过当然 在我们的人生当中 我们在座的每个人 都是自己生命的男一号 或是女一号 透过这段历史纪录片呢 它可以说是补强了 这段历史的一个空白之处 同时呢 也让现在的台湾民众 如果你有强烈纠结的国族认同的话 不妨看看当时的台湾人 我们的先人 我们的祖辈 他们是如何一路奋斗 一路挣扎 以及他们所走过的一个道路 好 那么在今天这个历史 纪录片的一开场呢 首先要先带给一段 大家一段表演 而这个表演呢 乍听之下呢 也许你会觉得 跟今天的场景呢 看起来是蛮跳动的 不太搭嘎啊 因为它是一个 重金属的一个风格 所谓的Silent Hell 它是一个台湾的 一个本土乐团 叫做玉无声 它的一个演出 这个玉无声的乐团呢 为什么会邀请他们到现场呢 因为他们团圆当中 身上的一些符号 还有元素 跟今天我所讲的这个故事呢 有惊人的一些巧合 首先待会你会看到呢 今天的这个团长呢 他就是满人 协议中留着这个满洲的一个血统 那么另外 今天的主唱呢 他是一位医学院的 现任一个学生 一个很可爱的一个小女孩 我们也知道 在当时日本人 统治之下的 这个台湾的优秀青年 别无出路 因为不能够念政治 不能碰政治 不能从政 所以他们大部分 都去当了医生 所以对于当时的这个满洲国来讲 他们觉得台湾呢 台湾岛就是个医生岛 台湾是专门产医生的 那个时候呢 在满洲国的台湾人 总共有五千多个人 想想看 五千个家庭 五千个梦想 聚集在东北这一片银色的大地上 而今天这个Sailon Hill 他们所要演唱的这首曲子呢 也正是在满洲国 那么当时宏极一时的 台湾第一位流行音乐的女歌手 她叫林士豪 她的代表作叫做Lan Taiwan 那么在林士豪唱Lan Taiwan 到今天 我们跟Sailon Hill 他们唱Lan Taiwan 中国人相隔了差不多有八十年 这八十年呢 台湾经过了天翻地动的一个变化 而这首歌呢 待会你听到 在他们的口中唱出来呢 也是一个天翻地动的变化 台湾人不像八十年前了 委屈压抑 有苦不敢说 今天的台湾呢 生机勃勃 大家都有主张 都有个性 因此呢 今天一开始 我想我们就先用掌声 欢迎与无声乐团 用他们的风格 唱出Lan Taiwan 欢迎与无声乐团 欢迎与无声乐团 Tyler Today metaph river of all 台湾 arch wind 台湾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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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达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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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hn 大尊小尊的路關 風來人客公義水 貼我沾阿里山 臺灣 臺灣 咱臺灣 海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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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尊小尊的路關 來人客公義水 貼我沾阿里山 海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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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世面丟致吾聲 上天到面相看過 未來都是無空 Zither Harp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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人客公既水 日本南阿里山 台湾 台湾 咱台湾 海淨河 沙淨拐 大村小村的路關 來人客公既水 沙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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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巴黎沙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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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 Lan Taiwan是1930年代 也可以说是台湾最早的一位流行女歌手 林世豪 她的一个成名曲 那么林世豪这个人 也是一个典型的故事 我们可以说她是女一号好了 那么在当时的历史当中 她的丈夫因为反抗日本而遭到了整肃 因此她远离了台湾这片伤心地 跑到了东北 跑到了满洲国 在那里红极一时 如果她地下有知的话 我想她可能很难想象 在八十多年后的今天 在她故乡台湾台北的这个角落 她的歌声她的故事又再度地被传唱 不过我想她恐怕更难想象的是 像这样子一个唱法 非常摇滚重金属的 不知道她的心脏受不受得了 那么在这个段纪录片里面 有许多像林世豪这样的一个故事 可以说是轰轰烈烈地存在 不过在今天我们看到 在主流的历史的叙述里面 几乎是富之缺如的 因此我们很高兴用这段纪录片 把这段不足的史料把它补齐 同时来进行反省 而制作纪录片 大家知道是艰难的 是寂寞的 更是很花钱的 所以一开始我想特别 对旺旺集团表达感谢 在这段期间可以说是 不济盈亏 默默地支持 这才是爱台湾的表现 三年来我们要特别感谢 一些认识跟不认识的朋友 只要听到这个主题 大家无私地奉献 还有这个付出 也因此让这个纪录片 在今天呈现在大家的面前 在这里呢 我就首先介绍一下 今天来参与的贵宾 我们首先热烈掌声 欢迎前监察院 慈修高级中学的 陈旅安董事长 欢迎您 台北市陈玉梅议员 欢迎您 台北市应小为议员 新竹市谢西成议员 台北市文化局林慧芬副局长 228基金会廖继斌执行长 好 旺旺集团的 汪王集团蔡衍明总裁 汪王集团蔡万佳副总裁 忠实媒体集团 吴根诚执行副总 中天电视 马永锐董事长 以及特别感谢 本片的赞助商 复兴航空整合行交处 刘忠记总经理 刘总经理也是我们 新闻界的老前辈 非常谢谢您的支持 以及神旺饭店的 李子荣总经理 番薯腾的潘恒旭执行长 同时其他的协办单位 我们要特别感谢 包括有中央社 台北市文化局 新竹市文化局 以及包括今天到场的 有延前总统加干的公子 严俊泰先生 欢迎你 以及延前总统加干的媳妇 严徐婉珍女士 也欢迎您 好 在刚刚我所介绍的 这个陈前院长呢 大家都非常的熟悉 我要特别强调 这是他第三次 参加我们集团所制作的 这个纪录片的首映会 他用实际的行动 支持台湾文创产业的 所有工作者 在这里呢 向他致上最高的敬意 我们也欢迎您来致辞 欢迎陈前院长 谢谢大家 董事长 各位嘉宾 很多各位同学 第14个舞台 它也是一面镜子 今天这个节目 它非常特别 一个蔡谢介石老先生 老前辈 他在台湾 当时是台湾人 他也入了日本籍 然后到满洲国去 参加了满洲国政府 做了首任外交部的部长 那时候叫总长 这个并不简单 满洲国 那满洲国后来消失以后 他就做了中华民国的国民 那国共战争 国共战争之后 他又被抓起来 然后又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民 我们讲这个话面带笑容 其实你仔细想想 也可以笑不出来的 怎么会有这样子的人 在任何一个国家 做到外交总长 都不简单的 你可以想到 联想到很多的故事 他怎么会去的 他怎么在那里发起出来的 怎么被赏识的 他到底做了些什么事情 我看了这个故事之后 我一直在想 我在政府也待过 这个人不是普通人 绝对不是普通人 而且因为他有更多的人 到满洲国去就职 其实那时候台湾 已经被日本统治将近四十年 各位知道吗 对那时候台湾人 不一定是认同国家 认同民族 他不是这样 台湾人天生有一个本事 就是跑天下 我在年轻的时候 到中南美去 我印象很深 有一个女孩子 在飞机上坐到我旁边的 三十岁不到 二十八九岁 她去干什么 就是闯天下 她就销售台湾的产品 一个女孩 我跟她谈了很久 那时候就给我一个感觉 这不是说说而已的 几百年前 很多从大陆来 福建来的人 到这儿来讨生活 养成一种 胆势很大 肯闯 不怕 但是你想 一个年轻女孩 她闯天下 就好像 谢建石 老前辈 他们这些人 但她成家立业之后 又不一样了 她成家之后 整个家就搬过去了 同学们 你要知道 当时没有手机的 没有电视 很多人看历史 还以为是跟我们 现在的环境一样 它是不一样的 那时候打个电话 都是很奢侈的东西 说一个人离家背井 到了外面去 还能够闯出一片天 是非同小可 从他们的身上 我们除了要感觉 只有一种感觉之外 我觉得非常重要的 不要带现在一种 国家民主 各种这种眼光 来看这个问题 基本上 他是一个赶闯天下 一个很勇敢的人 而且有才华 非常不容易 日本统治台湾的时候 不让我们 读法律跟政治 他到哪儿去 他只好到满洲国去 而且那边能够出人头地 做一番事业 他一定是个很特殊的人物 所以我知道 他的后代 这次也来到这里 也来了 在哪里 你再站起来 好 我们欢迎谢谢时的后人 特别抵达了今天的会场 再稍后我还会隆重介绍 第一次又回到台湾 好几位 我觉得这就是很感人的事情 我们现在拿很多现代一些眼光 他做了 他做了 我也不要讲他什么 是不是爱台湾 他是用行动 在做一些事情 刚才我跟他讲 他持续这样做 他也没有什么特别目的 他就做觉得该做的事情 将来社会上 甚至于商业团体 在有些机构 需要人来接的时候 自然会去找他 他的风范慢慢也梳理起来 像今天这个节目 丁文静 丁总经理跟我讲 希望我到一下 我就 一言就过来了 我跟各位也报告一下 这个你看见的是那时候 非常混乱的局面 而有这种人物出来 我看过一个历史学家 他写的 他说中国的历史 只有7%的时段 是国泰民安的 50%以上 是在重大变动改变之中 所以你不要忘了 往往大家讨论的 看见的都是领导人 其实真正受苦受难的是 一般老百姓 如果你要说谢先生 谢建石先生 他是受苦受难也未必 也许他把人生当成一场戏一样 他也是在演出 他也照顾这么多人 我真的没有想到过 那时候在满洲国 台湾有五千人在那里 刚才董事长跟我也谈到 他在没有想到有五千人 我也是 所以对我来讲 你感受到这些人 他怎么过的 你去想一想他们 他们都会很感激 大家都会很欢喜的 谢谢各位 谢谢 谢谢陈前院长 谢谢 我们知道陈前院长的父亲呢 对于台湾早期的建设 可以说是贡献良多 因此在这样的一个家庭 还有氛围长大 他格外能够体会 我们都说 我们从一个小的一个故事 去看一个大的时代 他反过来 特别能够从一个大的时代 去想象一个这个小的民众 在其中的一个艰辛的感受 当然刚刚陈前院长也讲了 在这个纪录片的过程呢 可以说是非常的辛苦 而且寂寞 因为这段满洲国的历史呢 我刚刚一开始说了 是魏满洲国 两岸基本上都不承认 所以在史料上的记载 是非常非常的少 包括我们新闻工作者呢 很多对于资讯的吸收 是比较广泛的 我的很多同事 没有听过谢介石这三个字 因此很高兴呢 在今天是非常难得的 谢介石的后人呢 来自两岸 齐聚在一堂 我们借由这部 历史纪录片的描述 把这一段空白给他补齐 当然制作一段纪录片呢 不只是精神上的支持 我们知道物质上的支持 也很重要 我们就要特别感谢 这一次强烈支持 我们的这个赞助商 复兴航空 特别有请复兴航空整合行销处的 刘宗继总经理致辞 欢迎刘总 钟继哥好 我们有十多年 没有在同一个空间里面出现了 通常是我在客厅 他在电视里面 谢谢 刚刚秀芳说的是 我第一次看到谢介石 我以为打错了 我以为是蒋介石 再仔细看 这个故事不是笑话 是一个感人的故事 这边容许我代表 首先代表复兴航空 跟谢介石先生 跟他的家属 跟后人 表达我最崇高的敬意 接着我也跟蔡同事长 跟旺旺中士集团 还有好多中士的好朋友们 我们都非常熟了 也表达我的敬意跟谢意 谢谢你们对复兴航空 我说实话 让复兴航空受宠若惊 非常感谢 我今天是代表赞助厂商 我也曾经是个媒体 虽然我非常不同意 刚才秀芳说我是老前辈 我充其量 不过也就是个前辈而已 对很多人来讲 相对来说 媒体喜欢把时间放大 但是也可以把事情综合来看 从时间上来看 谢介石先生距离现在 有将近70年的时间 今天的此刻 连战先生正在北京 我们看这个80年当中 两岸之间的变化 我们又看东北跟台湾 它有太多太多相似之处 都是曾经遭受强权的麒麟 都是曾经有好多人流离失所 有好多人为了求生存 为了好多人又到异乡异地去 求发展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东北跟台湾是那么亲近 事实上地理又是那么远 但是我们又觉得那么接近 历史有好多好多伤痕 谢先生他的一家的家族 这种分合 对我们台湾或对中华民国 或对两岸来说 那这种国足的恩怨情仇 又好像是一个小缩影 做交通 做旅游 做飞航的 就是把这个地方的人 带到这个地方 再把这个地方的人 带到更远的地方去 我们愿意 这是我们的使命 这是我们的工作 我们不只期许我们自己 只是一个交通工具而已 我们愿意做两岸之间互相沟通的大事 我们愿意来弥合这个伤痕 也许我们是自我期许很大 但是我们是真的这样想 谢谢给我们这样的机会 谢谢蔡董 谢谢中博士 汪汪集团 谢谢 好的 谢谢刘总 谢谢 好 这部纪录片呢 从发想到完成总共历时三年 那么它分成五集 那么从明天 也就是2月27号开始 一连五天 每天的下午四点钟 在52频道中天新闻播出 我再重复一遍 这重复的一遍呢 可能是带着私心跟情感的 在52频道中天新闻播出 请大家要准时收看 那么当然今天因为这个时间有限 没有办法这个完整的播出 我们也特别剪接了一段 这个20分钟的精华片 让我们先从这个VCR当中 一起来感受 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 什么样的故事 如果不是因为大部分 你还没有人 对面的时候 大家要不做什么 就算了 对面首次 我们先从dafel有什么样的 那么看 我还是在不及的 让我们去看 它和我们的 如果在结果 我们算是 都 你 如果是 台湾人的草均嬌 就算平原過海告搖我的當伯 一個叫做萬秋國的所在 那是在鳳梧中戰吼 這是尚有台湾人的奮鬥室 尚有這個土地的企業 台灣人在萬秋國 1932年 日本交互親民 日本國內 孤國犯庭 他們要慶祝在中國東北的半島上 有了主控館 一年 五分 我們不願意讓日本統帝的中國的賠儀 要少離開東北 但是當去東北的是 外台風土的普遺 它在日本的控制業 成立一個叫做萬秋國的新建館 是非常特別的一年 這是台灣給日本統帝的第30千的年代 那年 台灣總統親的照片上一樣 連續換三的人 日本買的重新時刻 統帝 在中國黨的臨時報局 人那年 三年 這個來自東北的消息 孤動了台灣剛來的青年 勇敢出去打招呼 這個消息人之間 是一個叫做社會社的台灣人 它變成萬秋國的外交部總統 豪爪上用幸運理來享用它 在日本跟萬秋國的外交協議上 吃貨生 競爭了這年立萬建高貴生 代表萬秋國跟日本參與的時 國務院總理 豪爪 今年八十五歲 就在北京的社畢產 是社改善上水的行星 它是社交在大陸的第二代 其實在台灣 對日本整個的情況 社會的情況 比較了解 而且是他們上層的關係 多少也清楚一些 日本人這時候 因為要和溥義交往 所以就是真的我父娘來說 是最好的一個外交工作的人 這年在外交地破壞新別的台灣人 他們老爸也開的阿片橫貫 社改善 新的郎 青公主四年出席 對水函入籍參加客戶 這是社改善 當年所老落來幕布 在八十五年 台青帝國將台灣管理給日本 他立刻變成新的國務團結所第一配學生 和日本為 後來他還去日本留學 和日本護台官員 和本土護衛生 年輕的社改善 沒有放棄認好一段歡心的機會 在日本明治大學 法律系畢業 回到台灣以後 一直覺得很不得志 所以祖父也想到外邊發展方向 據說在新竹樹林頭的那個地點 有一個孫平先生就告訴他 說你要往東走 將來有發展 據我家人講 我祖父也信了他的話 同時我祖父在日本求學期間 認識了和張勛的兒子是同酸好友 在日本留學結束後 社改善對中國發展很有興趣 他投給中婚 竟然清掉外台風的破綠 這段的年面 讓這位台灣人騎到了 幾次會和大清帝國合佩派在領中 萬一國建國 才改善 變成東聯集政行為 埔寅的時候 到東北 主要是想恢復地區 日本人也正好用這樣心理 但是在我父因為是跟埔寅在一起 那如果在日本人敢來 這位在台灣新界出席 和日本市民 算了去留學日本的社改善 當然是自己人 協力打力 謝謝石也想發展 他想利用這個機會發展 日本政府也想利用謝謝石 達到他們控制 滿足國政府的目的 在東北隱鄉 很多台灣人去萬一國 沒有富貴賓窮 只要台灣人找謝謝石 一定會盡力來幫忙 這棟兩棟樓樓樓 是謝謝石的心驚 也就是鄉村的國父 家裡 院裡起碼只有十幾個鍋 開流水席 那人可能從台灣來大陸來 投奔我外公那邊人很多 謝謝石 還跟台灣人組織一個台灣東鄉會 第一點就在萬一國外交部 臨時辦公室 台灣人寫解釋 在萬一國當年外交部中長 他們去外交 想要出發打招呼的台灣青年的土地 他在東北的名聲 討論新界的故鄉 在新界出席 鄉村美粉成立的嫁妃家族 前後有四個鳥人去萬一國 家會去萬一國當年水管局的局長 在萬一國國務院跟政府機關 當年付出的日本人才真正有失眠 甚至家會跟社會社這款的台灣人也沒理會 日本人所有會向立右跟漢文的台灣人 作為中間的交通交流 這個訴求造就了台灣人勇敢去東北的動力 也是台灣人也是從中國去的啊 移民去的啊 我爸爸也會講國語啊 日也很會講啊 他什麼工作的適應啊 所以我們台灣人是從大陸 大陸移民過來的 所以應該是日本啦 大陸啦 就走一走看一看 這隻叫做好公園的族 是登年前往萬一國的主要上族族 對1930年萬一國成立 到1945年日本導航 保守高級有5000的台灣人去萬一國 他們來自台灣國改戰 但是他們在台灣的任命 往往決定了去萬一國的職業 他們來自台灣國改戰 但是他們在台灣的任命 往往決定了去萬一國的職業 去萬一國做普及的武衣 當時他用了一個台灣人當總長 叫謝介石 他問怎麼辦呢 我們找一個幫皇上找一個醫師啊 正好謝介石跟我家是認識的 所以他就介紹我爸爸 他去給普及他的醫療 這次台灣人是日本統治的比實民者 在萬一國他們的台武 很近就跟台灣的日本人平定 去滿足國工作待遇好很多 三倍 台灣的三倍 就是收入好很多 你想想看你大學剛畢業 學校剛畢業 你總要為自己的未來著想 那個時候台灣人去滿足國發展 是一個很好的一個承諾 就這樣 一久三明年代 來到東北 變成當時台灣青年勇敢打電話的 史無明書 從20世紀1900年開始 到二次世界大臣結束 在東北行業台灣醫生 因為各人不同的機緣 來到萬九國 除了要面對團聯名的威嚇 在東北行業醫生 也有可能要認識其他驚嚇 心想紅順季就出了土匪 張宗林是在海峽住的龍軍公園 東北那個地方在那個年代 還有野狼出入 父親一步從此顧了馬車 四匹馬拉的車 不是一匹 四匹馬拉的車 就這樣子帶著患者的家人前往看車 然後騰折了大概將近一個晚上 小孩子身出來以後處理完畢 好像也沒拿錢 那回來的時候 據說就受到狼群的攻擊 一個晚上過了 晚上天快亮了 天一快亮 馬力也跑到 可是一匹馬拉不動 那個車因為在雪地 所以只用走著回來 有一次我們熟大人 冬天晚上 出去逛逛車 怎麼做買車 去的地方是鐵絲網的外面 有三個東北的人 對你買車給你帶來 叫你下來 那就是什麼 打票 但是我們許多人說 這個是黃院長嗎 這個人碰不得碰不得 為什麼 這個黃院長 我家裡的女兒是她舊的 放她回來 對 就這樣台灣醫生在東北的政府 不怕陷害無情意 在東北行為 讓這些台灣醫生 越來越關心重力戰爭的變化 因為她未來的命運 都把這種戰爭結果 接受相關 外交國的無尊空虎 關於阿九千多的 翻萬空力的東北人 日本關東軍地太明星戰爭 專門開前的司機 對萬洲的政治活動 嚴格關節 嚴肥的控制 的東北的控力混濁 自時上 早在九一百四遍以前 就有一輩東北學生 在北平求學 萬洲後生日後 這些東北學生 流氓在外面 將處不可以回到故鄉 甚至來自新娘的高年 到我們睡 就是東北流氓學生 他是連前的老母 他們家是一個同時商業 一個大家族 他是在教會的學校 念完這個小學中學以後 到北京燕京大學 那時候是燕京大學念書 然後在燕京大學畢業 燕京大學當年的校園 就是今天的北大 在控制的風氣年代 有驚險茅愛情 來自台灣的年金東 和太太到我們睡 對他們來說 自從日本沈發起的開始 這個中的故鄉 早已經變成台鄉 這個時候空間勝利 就變成他們 回去故鄉 為他們的希望 就沒有人 就沒有人 不願意做立地之下的孫民 他們去中國建築 自己控制 像台灣青年年金東 當時在他們老爸連行的安排 會去中國 後來他跟太太去國民黨的控制 健在地的福利 而言之心之下 帶領大學院點 aren節 主婦 臨終的時候 告訴我的父親 終日 絕對是要打一仗的 我們重回台灣 重整家園 重新開始一切 所以在最后的遗言里面也提到 就是说将来这个孩子 假如是个男孩子的话 就叫他赞 另外一个台湾中华二岁青年夏冬民 对所看待日本市民的差别台误 立志奉行宣座 挣三个台湾的勇气 决定在台中一种比较之后 他就介绍会勇敢去上海跟着求行 后来他就觉得不想做日本的顺民 所以那时候就想起来说 我要到中国去 那时候19岁一个青年 最有那种志向 就是说我一定要离开日本统治的台湾 去光复台湾来奋斗 在当天一清早 友邦日本军又进驻上海公共租建 这是日军共含上海的参团压胸 现在已经消灭了 参园中日本让人称作邮邦日本军 一旧三千二十亿 上海让日军降临 较不到一年 日军的沿海降临区 已经对上海远身够更加重 台湾重力渐轻越来越均重 称作在中国的台湾人 必须要军从自己的身份 当我董事的时候 变小学三年进学 我爷爷就告诉我 人家问你哪里人 你绝对不要说台湾人 你要说你是广东人 我祖父有不少中国朋友 我父亲也有中国朋友 绝对不说我是台湾人 都说我是广东人 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 我们是台湾人 这是夏文达在上海老厨 2020年 参加台湾法理市民运动的夏文达 让日本和台湾总统通緝 就离日本去中国 加利国富恐惟 但是夏文达以外因为 家庭的台湾身份 中情都是在部队怀疑 这是国富共最夏文达 改造空军社后支部的证明 我父亲从南京到上海去 有两个主要原因 第一个就是说 他的同事警告他 你不离开南京 你会有生命的危险 第二个是南京的台湾人所发生的事情 让我父亲感觉到非常害怕 中国控制机缘 原本医生参加 我们日本市民运动的夏文达 在世代名有的贪念 无奈站起身在地上 原本市民运动的湾州国外交部总统 也是自立台湾的台湾人下改善 就在日本侵华这个时刻 接下来打扮 离开湾州国的政治核心 中村 长春路就改得太麻烦 这样我后来就搬到北京了 搬到北京以后 那时候在华北都沦陷了 这样的时候呢 要让他出来做华北行政委员会的主席 我父亲 就算你孩子 我这并没办法 当时和他认为的那个日本 在情绪上 在动机上变形了 你不是在帮中国 你是想占中国 后一人谢记时就看出了 他不是在扶持 他是在决定 而且野心更大 所以我不跟你干 离开日本官邓下改善 建奥三家汉干的主名 他并不怕国民党政府给他定罪 他一点不害怕 害怕不早走了吗 定罪顶多定一个汉奸队 他会给自己讲明许多充分理由 我不是汉奸 比如说那个阶段 他的三儿子再替中共做事 他掩护过中共地下党的负责人在家里 人家中共地下党负责人 人家也是有良心的 他立刻第二天就把谢记时帮着来了 在湾州国湾省学业的负负路 只能说日本人 回来台湾常常逢负责是日本人 如果在丹波讨修学的小文冲 回来台湾之后 让人要求港级定讨 我三十六年回来到台湾 想说战争我耽误了一年 要讨回来 我在丰元林小学 老师就考我 唱歌会 他说你唱国歌 我就唱了 他说这个哪一国的国歌 我说满洲帝国的国歌 天地内有了新满洲 新满洲 还是行间底 他说那是为满 那不是 那个是不行 后来我就唱 Kimikao 日本国歌 他说这个日本不行 我说我也会 起来起来我也会 结果他说 你没有唱青天白日 我说一天到我打仗 我一年国民政府管 我才唱过两三次 我只记得三民主义 武当所终就忘掉了 他说你们太惨了 所以降级录取 我就这么降级录取 学习的国祖林董 一直停留台湾人的名乌 他们的死命故事 跟万岁国有很尊重的力竭 万岁国是离出世界第一期间 才尊在一个咖喱政权 无论的所有的舞台 是要看也要是好看 这天台湾少年人 在这个舞台上 流入勇敢打天海的混沌背景 加中苗圆的礼杀 加国家苗圆的礼杀 总有相对的一天 但到他们又在既民的时候 早已经冷暑转飞 加乡变成乙乡 因乡变成乙乡 变成乙乡 最老的孤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以这段影片呢 我们要献给在当年那段历史 空白的伟大人民 那么时隔80年 当年那些永长满洲国的台湾人 今天都已经不在人世了 可是他们的第二代 第三代 第四代 现在散居海内外 那么直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呢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纪录片 他们的心情都感到非常的激动 他们希望借着这个纪录片呢 能够为先祖还原历史的真相之外 也希望能够说几句公道话 要感谢你们 如果不是你们慷慨 无私的付出 这段纪录片到现在 还处于难产的阶段 因此在这里呢 我要隆重地介绍 也请大家站起来 接受大家的这个鼓掌 我先来介绍的是 今天我们所开玩笑的 讲这个男一号 满洲国外交总长 谢介石的后代 他们是谢孟姑 欢迎你孟姑女士 谢全 谢同生 谢辉老先生 已经在后台准备了 因为他待会要致辞 他先到后台了 还有谢丽娜女士 我想请教你一个问题 你现在晚上睡得着觉了吗 好 总算是完成了一桩心愿 请坐 好 另外我还要介绍 这个满印的导演 满印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这个满洲国 也知道要搞宣传 所以他们成立一个电影公司 那么专门帮满洲国 做一些宣传 那么这个电影公司里面 有许多导演 就是台湾人 这是台湾最早从事文创产业 好 满印导演的 这个张天四 他的后代 来自上海的李林波女士 欢迎你 另外还有辽宁省台盟的主任 李国栋 李主任 欢迎李主任 还有一个也很特别 这是中国人 抚养日本遗孤后代的家属 大家可能听不太懂 这什么意思 因为当年日本人在战败之后 他们要撤回日本 结果很多孤儿来不及走 这个时候中国人 台湾人 无私无我的 可以说是 就是抚养了这些孩子 但因为这是仇人的下一代 很多人不见得 有这样的一个胸襟 所以这些抚养日本遗孤的 这些中国人 台湾人 都受到了很大的压力 为了这些孩子 他们隐姓埋名 有的搬移到了别的地方 就希望这些日本的遗孤 能够顺利长大 这是在战争大时代当中 非常感人的故事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特别琢磨 要介绍中国人 抚养日本遗孤后代的家属 李燕明 欢迎你 她是这个纪录片 龙宝珠的媳妇 好 那么在今天呢 本来有一位长者 她也要在现场 接受大家的这个鼓掌 她期待这一天 可以说是期待了好久好久 但是今年她已经86岁了 就在出发的前几天呢 糟糕了 不小心她跌了一跤 所以怎么样呢 她都来不了 她的心情非常的着急 可是她又不想缺席 所以她就录了一段影片 还是要把心里的话讲出来 她就是刚刚在大家影片中看到 那个主折拐杖的 这个谢介石 她的妖儿谢白倩 我们先来听听白倩老先生 她的谈话 我父亲在世的时候 我父亲就说 等会你有机会 我还有机会 我们回到台湾看看 替我父亲 放口台湾的人民 由于身体 所以没能到台湾去 很是感到遗憾 想回到台湾去看一看 这是我很久很久的愿望 不过我就想 在我有生之年 希望还能再到台湾去 好 我们希望这个老人家的身体 赶快好起来 那么能够赶快来 我们美丽的台湾宝岛看一看 好 那么这个谢家的第二代 谢白倩老先生呢 身体为一样 但是第三代的后人 倒是来到了现场 这是谢介石的孙子 这个谢辉先生 他刚刚在后台呢 不断地这个舵步 他很聚精会神地 看着这个影片 可以看得出 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 他在后台准备很久了 我们掌声欢迎 谢辉老先生 欢迎你 尊敬的各位领导 各位媒体 各位乡亲 新春遗史 万象更新 在两岸同胞 刚刚度过 舍年春节的 喜庆日子里 我终于踏上了 魂敲 魂牵梦饶的 七十年 这块既陌生 又熟悉的 故乡的土地 在此 请接受一个 来自沈阳的 台湾儿女 对各位的 忠心祝福 和最诚挚的问候 大家下午好 我是在海峡两岸 正以和平发展 共同携手 推动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时刻 回到了久别的故乡 美丽的台湾 这次难以忘怀的 圆梦故乡之情 是由于 常天 台湾常天穿播 制作股份 有限公司的 盛情约情 在汪汪忠师 媒体集团总裁 蔡延明先生 总经理 蔡少宗先生 副行航空董事长 林明生先生 总经理 刘忠记先生 在全力帮助下 以及 辽宁省政协副主席 汪忠先生 和沈阳市台湾通胞联谊会 副会长 廖艳芳女士的大力支持下 才得以成行 才能让我 站在这里 表述自己 对故乡的眷恋和亲情 使我深深地感受到了 这就是一种温暖 这就是一种力量 这就是一种情怀 这就是一种影响 这就是一种幸福 勤劳奋进的 常天穿播人士 他们用了超过五年的时间 从调研收集 是我们曾经很朦胖 想说又说不清楚 又不想放弃去追寻的历史史实 今天站在这里 我内心 无限感激 想说的话太多 想感谢的人也太多 最后 我想用一首诗 来表达 我此时的心情 和谢词 悠悠故乡 在梦营 春风话雨 送彩虹 长天穿播 牵我手 汪汪忠实 送我情 八千里路 云和月 复兴航空 伴我行 好 日月潭水 深千尺 不积两岸 骨肉情 海峡两岸 七发展 中华民族 更繁荣 谢谢 好 非常谢谢谢辉生生 从这篇这个演讲稿 大家可以知道 他已经准备了好久好久 他把所有他要感谢的人 都写在这个诗里面 非常的不容易 好 那么接下来 有位女士 我要特别地介绍 那么她是谢孟姑女士 她也是谢介石的亲属 她跟谢介石 是什么样的关系呢 谢介石的夫人 是王湘禅 那么王湘禅呢 当年在台湾 可以说是大名鼎鼎 她就是这一代 大道成最有名的义旦 她很有眼光 嫁给了谢介石 后来谢介石 缺乏盘缠到东北 她就把她当义旦 赚的钱呢 都给了谢介石 等于投资在 她自己的丈夫 的一个政治前途上 那么谢介石呢 也不负所托 她一路呢 成为台湾人 在满洲国 可以说是成就 最高的这个外交总长 好 那么话说回来 谢孟姑呢 就是王湘禅女士 她最疼爱的孙女 在北京的时候 她们住在一块 那么现在呢 她住在高雄 今天她从高雄 特别赶上来 也要跟大家说几句话 我们欢迎 一起欢迎她 谢谢 谢谢 谢谢旺旺忠实媒体 长天传播公司 能够制作这个节目 来给我爷爷洗清 他不是汉奸 谢谢 八十年 这一句 我要告诉大家 我的爷爷不是汉奸 这句话说得好不好 一句抵万句 谢谢谢孟姑女士 好 那么 大时代的动荡 我们看到在这八十年当中呢 这个谢家人 可以说是开枝散叶 在台湾的啦 在大陆的啦 在东北 在北京 上海都有 那么难得的 这个团圆的场合 谢介石的这个外孙 谢同生 他准备了一个 非常特别的礼物 是什么呢 我卖个关子 先不告诉大家 他要送给谢孟姑 那么按备份上 他要称谢孟姑是表姐 那么这个礼物呢 就代表了 家族血脉的传承 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就到台前来 请谢孟姑女士 这个接受这份礼物 我想打开这份礼物的同时 我相信您心情会非常的激动 看到这个东西呢 就像看到了人一样 我们是不是 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个礼物好吗 这个礼物呢 是我妈妈留给我的 我一直保存的 就是我外公 外祖母 穿过的旗袍 很老的东西了 但是 我一直珍藏的 这次有这个机会 参加这个手动式 我跟我表姐已经是 算这次是第三次见面了 我来过两次 每次来我都要去看我表姐 这段亲情是 歌手不断的 所以今天借这次机会呢 我把这个 我妈妈留给我的 两件旗袍呢 给表姐 让我们这种 亲情呢 更好的传承下去 好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两件旗袍好不好 非常珍贵的 这两件是 她一直留在身边的 妈妈穿过的 这两件旗袍 这一定是当年 最好的料子 对不对 应该是这样 好 孟姑女士 您看过这件衣服吗 没有 没有看过 拿到手上 是什么感觉 好像在我身边 好 接下来我们也请 这个谢同生先生 您留步 跟大家说几句话 难得来到现场 非常欢迎您 非常感谢 这个旺袍集团 忠实呢 做了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我觉得呢 就是 排这个纪录片 把很多历史背后的历史呢 告诉大家 我觉得这段历史呢 不是我们谢家 家里个人的一些事情 而是反映我们台湾人的 在那段特定历史条件下的 一些事情 所以我想对我们后人呢 是有很大的喜悦 再一次呢 感谢旺旺集团 忠实 还有各个赞助单位 做出的贡献 尤其感谢 这个中天电视 他们确实 做了很多的辛苦的劳动 使这部片子呢 能够 很圆满的闻事 再次表示感谢 谢谢 谢谢 谢谢谢同生先生 非常谢谢 好 刚刚我们提过呢 在这个故事里面呢 有很多的这个主角 当然也有很多的插曲 其中一个呢 虽然这部纪录片 所着墨所描述的是 1930年代 不过我们看到 在当时的这个满洲国 他就已经懂得 宣传的重要了 因此呢 当时的满洲国 开了一家公司 叫做这个印画公司 这个印画公司呢 里面有几位导演 就是台湾人 那么同时这个放映的戏院 也是台湾人开的 可见我们台湾人多聪明 多有这个生意眼光 又多有创意 台湾的文创产业 在1930年代 就已经展开了 好 那么在现场呢 就来了一位很特别的 她就是这家公司 当时其中一位 台湾导演的儿媳妇 这位导演叫做张天四 她的儿媳妇李林波 特别从上海来到了台北 我们欢迎您 跟大家说几句话 欢迎李女士 谢谢大家 作为一名中国电影老导演的家人 我想首先借这个机会 向美丽的台湾 向各位来宾 表示我衷心的祝贺 那就是我来到台湾以后 听到了一个大好的消息 那就是台湾的著名导演李安 他获得了最新一届的奥斯卡 最佳导演奖 而且这已经是第二次了 这非常的不容易 不仅是台湾的骄傲 也是中国人的骄傲 李安导演 李安导演是从台湾走向世界的 他以他中国人的智慧和才华 以他不懈的艺术追求 为世界的电影视野 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我觉得我能够在这个时候 听到这个消息 真是有特别的意义 因为我也是一个中国导演的家人 能够来到此参加这样一个活动 我感到非常非常的高兴 因为这个纪录片 纪录的就是台湾人 从1930年代 勇闯天下 向世界去发展的这样一个故事 那么我的公公张天赤呢 他小的时候 是随他的父母 从张州来到台湾 从此就在这里学习 生活 长大 他之所以走上这个电影的道路 也是跟台湾有密切的关系 就是当时 我是这次因为那个 旺旺媒体集团 非常辛苦努力地做这个计时纪录片 而千辛万苦地找到我 我也是因为这个机会 从家里找了很多 以前张天赤 亲笔写下来的 这个简历 我才知道 他当时之所以会走上 这个电影的道路 是因为他在台湾的老乡 叫杨曹华先生 他是一个经营电影院的 他后来又把电影院 就是开到长春 张天赤 他毕业以后 找到的第一份工作 就是经杨曹华先生的介绍 而走出台湾 去到东北的长春 开始电影生涯 也是因为他自己 辛勤和努力 勤奋 而得到了去 又东渡日本 去东京的电影艺术研究院 留学 学成以后 又回到满洲 拍摄电影 那么他 应该说就是 张天赤 回到中国以后 他非常 因为当时中国的电影业 是非常落后的 是那个满洲的电影业呢 应该说当时是日本人在那里 就是建设了一个叫满印 印画电影公司 张天赤 从留学回来以后 在那个电影公司 很想拍中国人自己的电影 但是 由于那个特殊的历史背景 所以他重点挖掘 和他想做的 就是拍摄一些 中国历史上 优秀的 民间故事和历史题材 经过他的努力呢 就把一些 这样的片子呢 搬上了荧幕 比如说 黑脸贼 白马剑客 百花亭 燕青 与李诗诗等等等等 这些电影 都已经被 台湾的电影史 记录了下来 也因为这一段 在满洲的奋斗 形成了张天赤 电影艺术的一个特点 那就是 古装电影 和戏剧电影 后来国内的电影 中心 从东北转向了上海 这个历史背景 我想在座的每一位 都非常的清楚 那张天赤呢 也从东北 来到上海电影制片场 继续他的导演生涯 也是由于 众所周知的原因 古装戏 历史题材 是有那么多年的成绩 而被禁忌 一直到1980年代以后 大概1985年吧 这样子 比 在中国比张天赤 年轻一辈的导演 非常著名的 就是谢靖导演 还有吴天明导演等等 他们当时都是上海电影制片场的 这个 优秀的导演 我记得 我在家里 多次看到 这几位导演 来拜访张天赤 请他 对他们当时创作的作品 提一些意见和建议 那么张天赤呢 一直到75岁的时候 他一直想把他自己一个剧本 叫李时珍 那当然仍然是他自己的艺术追求 就把这位古代名医 长遍百草 为人治病救人的故事呢 搬上荧幕 虽然他年事已高 最终这件事未能如愿 但是当历史 终于回归他本来的面目的时候 中国的电影界 仍然评价张天赤 是国内第一代 位数不多的 刘洋归国的电影艺术家 称他为古装电影 戏曲电影的先驱者 作为家人 我非常非常感谢 旺旺中时媒体集团 以及他所属的 长天纪录片电影人 他们这次找到我们家人 真是颇费周折 他们根据有限的线索 当然这个时候就是说 在日语版的台湾电影史 在网 internet网上 已经可以搜索到一些张天赤的材料 那么他们四处奔波 最后根据仅有的一些线索呢 是找到了我家的老房子 然后是通过老房子的居委会 又才找到我 他们在有限的时间里 那种执着的对真实的人和事的追求 和对中国人 华人精神散光点的努力挖掘 是令我非常感动的 正如他们自己追求的理念那样所说 我们记录历史 是为了省思过去 激励后人 创造未来 我要再一次的感谢 旺旺中时媒体 投入人力物力 做了这样一件有意义的工作 非常有意思的事 虽然张天赤离开人世的时候 他唯一的孙女 因为张天赤的父亲是独子 张天赤 张天赤的父亲就生了张天赤这样一个儿子 然后张天赤也只有一个儿子 所以他现在唯一有一个孙女 在张天赤离世的时候 他才只有八岁 但是他今天从事的职业 也和影视媒体有着密切的联系 只是他的爷爷 当年是以古装路线为主 他今天追求的是现代时尚路线 谢谢大家 好 非常谢谢李凌波女士 那么今天他的这个口述的过程 可以说又间接地对这段历史 提供了更多更细节的一个描述 那很多人知道有这部纪录片的时候呢 跟我一样 我知道要来担任今天的这个主持人 我看了纪录片 我的第一个问题 我先问文静 文静你怎么会关心到这么 感觉上一个冷屁 虽然他不冷屁 怎么一个冷屁的一个这个史料 我们知道很多历史呢 它是许多偶然因素的堆积发展或者是延续 其实这部纪录片又何尝不然呢 文静那个时候呢 他是在这个北京 他听到了一个朋友告诉他 说在东北很奇怪 有好多这个人会讲这个很标准 很道地的台湾话 就是这么一句话勾起了他的好奇心 他就像是捡到了一个线头 他不断地去拉 拉出了一个又一个的线头 拉起了一串一串的乘风往事 就这样勾置出了完整的一个历史的真相 我接着问他 你邀请我当今天的这个节目主持人 我觉得不对 我觉得最好的主持人就是你自己 因为你最了解这整个的过程 你介绍起来一定格外地有感情 他没有搭枪 他旁边的同事说 这不成 他说我告诉你 文静在台上一定哭得说不出话来 因为在我们来看 它就是个历史 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 不管你愿不愿意 但是别忘了 就像陈董事长刚刚所告诉我们的 它是五千多个悲欢离合离散的 有血有肉的故事 文静投入了这个报导 投入了他三年的光阴 也投入了大量的情感 这中间的曲折离奇 我们让《长天传播》的总经理 也是这部片子的总制作人 丁文静女士 她自己来告诉大家 我要问一句 文静你准备好了吗 心情已经准备好了 作为一位历史影像工作者 我觉得只要看到历史是被埋没的 我们分身的向前 那是义无反顾的 作为一个台湾人 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我相信在座的每一个人都跟我一样 掉入了那八十年前的时光隧道 因为八十年前台湾人的国足认同 事实上是比我们现在更为艰困的 在满洲国的台湾人 他到底是日本人 还是大清的移民 或是是一个中国人 甚至他是一个台湾人 就这么单纯的理由 可是八十年后的今天 我们想一想 国足认同的纠葛 还没有离开我们 这个问题还困扰着我们 可是我不觉得 这是台湾的悲哀 这是台湾的精彩 在座的各位对不对 精彩的是我们有这么丰厚的历史 精彩的是我们有这么多家族的故事 今天我们有很多的人协助 有很多人来成就这个谢家 他们一家在两岸团圆 这个团圆是来之不易 有人等了八十年 像谢白倩 谢老师 刚才我们在VCR看到的 你知道他在摔跤的那一刻 他的心情多么沉重 他盼了很久 他想着他父亲口中的台湾 是那么美 那么遥远 而他就要来了 但是他却不能来 而我们的工作团队 在这半年来 不断地为了促成这个功德跟圆满 大家也费尽了很多的心思 事实上 在那一刻 我们很多人都哭了 那个眼泪 是为那个时代的人 留下来的 因为我们在想 一个老人家 他的心愿 如果可以这样子促成 那是多么圆满的事情 可是终究我们还是圆满的 让第三代 他们可以回来 我想今天在场的每一位 看到了刚才的20分钟的片段 那只是我们其中的一小部分 我们事实上是尝试着 从各种角度 各种身份 不只是台湾人 也是在东北那块土地 曾经生活过满洲国的人 甚至那时候台湾 台湾人 他们为何不选择去满洲 从各个视角 来看待这一段历史 因为我们觉得 台湾之所以跟现在的大陆 跟中国大陆 如果有那么一点点不同 是因为我们还有一颗 就是没有国主主义的框架 而更有一颗宽容的心 温柔的心来面对历史 这一次 以前在每一次的 这个首音记者会上 我都很少感谢我的团队 事实上我们的团队 一起跟我一起工作 有好几个伙伴 已经工作了十来年 这一次在东北 老实说在38度 摄氏38度以下的 这样的体验 对我们来讲是一个大考验 对机器对人都是 而我们的团队一一克服 这当然还有中天电视 我们的整个后制 官制播的部分 很多的工作人员 摄影一起的投入 然后今天我要谢谢 我们整个中石集团 万望中石集团的所有的媒体伙伴 我们这一次不仅是在这个历史记录片上 有做记载 我们也在报纸上做了很多的专题 就是希望把这样的记录写下来 今天我觉得家族命运的离散 国族命运的离散 终究真的会有相遇的一天 不论在相遇的那一天 我们叫什么名字 姓什么 我觉得都不重要 重要的是我们彼此都希望 彼此更好 更有力量 谢谢大家 文静很勇敢 我手上这个卫生纸一直没有递出去 我已经准备好了 好 了解文静的人都知道呢 这每一部纪录片呢 就像是她的孩子一样 投注的是最纯净 最真挚的一个情感 所以你听她讲话的时候 都有点颤抖 那么也因为这个文静 这么多年来 在两岸之间的这个奔走啊 穿针引线 因此有了今天很难得这个场合 特别是对于谢介石的后人来讲 我相信你们心中 有太多的悸动跟感动 因为这是八十年当中呢 我们不能说是 非常圆满的一张全家福 因为有些人还是没有来 因为身体的关系等等 但是是最接近圆满的一张 照片了 我们来拍张照片好不好 我们请谢家人 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 我们今天是不是在这里啊 刚好是过年后没多久 在这个新春开春没多久 我们让谢家人在这里 进行一张全家福的合照 因为今天这个可以说是历史的现场 我们留下一个见证 好 孟宫女士 还有这个老先生 你们两位前面请好不好 这样比较有全家福的感觉 对不对 年轻人 好 孟宫女士 好 今天在现场的这几位 我们看到有的是来自台湾的高雄 有的来自上海 有的来自沈阳 有的来自北京 而这个故事呢 是我们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 中天集团所属的这个长天传播公司 所制作的 在这个现场呢 我们也祝福谢介石 所有的后人呢 圆满幸福长长久久 也希望大家用热烈的掌声 为他们来祝导 好 我们也希望把这张照片呢 带去给所有的这个谢家的这个后人 包括像刚刚没有来的谢白倩老先生 我相信他看到这张照片 一定非常的感动 同时难得的机会 我们是不是也邀请陈旅院董事长 邀请我们的蔡野民总裁 我们上台也见证这个历史的时刻 因为呢要特别感谢你们两位 不管是在精神 在物质 在各方面的支持 也让谢家人在今天这个现场 能够难得一见的这个团员 非常难得的机会 我们邀请两位上台 跟谢家人共同进行合影 好 这段纪录片呢 我在这里再次强调 从明天开始呢 一连五天在中天新闻五十二频道 下午四点钟完整播出 在我们今天看的这个二十分钟 精华纪录片之外呢 它有许许多多让大家感动热泪银筐的 这个细节 还有许许多多其他家族的故事 都值得我们细细来琢磨 同时让我们一起来检视来留住 这段在历史上曾经被空白的一夜 好 一个历史的时刻 谢家人还有最支持他们的蔡董事长 陈董事长 谢谢你们 因为你们两位无私无我的这个支持 也让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难得团聚的一个场面 谢谢 好 当然在这里呢 我更要感谢的是 各位今天前来现场 以行动表达支持的各位贵宾们 那么我们常说读历史为什么呢 为的是见国王已知来者 可以给我们更多的智慧 更多的经验 因此呢 今后呢 我们也愿意用更大的诚意 更大的努力 来制作更多优秀的纪录片 今天再次感谢大家的光临 那么在稍后呢 谢家人还会留在现场 今天可以说是一个非常历史的感觉 我相信有很多媒体记者 我的同业都非常有兴趣 他们也很愿意在这里接受大家的提问 因此接下来是一个公开提问 采访的一个时机 我要在这里再次感谢各位的力临 感谢大家对于这个中天集团 对于旺旺集团的支持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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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